今天我们来到了新天地 有位粉丝说上次我吃烤蚝猪不够大 让我来这家尝尝 今天带你们去尝尝见识 走着 玉巴仙 这种胡同 很有感觉 你好 请我请你请吗 我请你请 请你请 这次哪来的歌声还挺好听 这是要邀请我上台吗 算了算了 我还要赶快去呢 说实话 刚才那首医生给我抖掌博弈 心里还没有小朋友 这个地方太好看了 这个包可了请 不小心就抱过了自己 没见过似的一样 变重的 就很nice 好 白星兄 这是我们的菜单 那个菜单不过了 谢谢 我是要吃你家烤乳猪啊 我家烤乳猪是一整只是吧 对对 你给我来一整只 然后其他的话 你再帮我配个两三道 你店里这些特色的菜就行了 好的 谢谢 您尝点 我先把今天的福利领一下 对不起 说的走下转的游戏 我的灯笼里有188升级还特费劲 什么时候才能你到5000呢 你也用上那个可以加速升级的礼伯马呀 然后平时放在那挂机就可以 而且升一级就多三块 那距离你里面到5000也不远了 行吗 那我先试试 我把鲜 这个是我们的细粉灌汤 细粉灌汤 对的 哦 这个帮我拆掉了 你帮我先放一边 然后等会帮我躺过去 好吗 这脚子这么大 这是偷起来吃的 哇 全是这 哇 这 哇 这个脚子好水 哈哈哈哈哈 我的天 哈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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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这个脚子 调调小王子上线 正常您请务处好 哇 这脚子太鲜了 那汤汁特别好 啊 爽 这个是我们的招牌赛 鱼子降火鸭方的请问用 什么用 鱼子降火鸭方 火鸭 对 什么是火鸭 其实就是改良过的片皮鸭 改良过的烤鸭 烤鸭就烤鸭 你整个话里不讲火鸭 我会知道火鸡是吧 我没听说火鸭 那烤鸡是鸭 为什么就上这么点 其他的部位 这个我们就选择一个鸭 最精确的部分 最好吃的部分 它的腹部 四七八片 选它的八块腹肌 那其他位置呢 其他位置就不要了 你让让你不用的话 可以给我打包准备 分开的部位置 可以是吧 那那那那那那 你回头等会儿帮我 你去装起来 好 可以 好 好 那你慢用 八块腹肌 挺好看的 起码啊 我们先把这个分解一下 上面应该是鱼子降 三片子 乌眼发现了惊喜 这是火腿吗 是的 火腿葱丝 烤鸭皮 这是什么 馒头片呢 可能 这边就是 我这样配起来吃 啦 咱们 是 我爱上 破解以后 一动的好了 制作 这 这太像了 这把这些它先组合在一起 结果味道挺起的 我这种香在哪里 火腿 对这道菜 这道特别大的 特别大 那我没有的话 你去特别大的 点一下 想不到词了 这真的好吃 我的妈呀 这怎么像 你好 文先生 这个是你点的烤乳猪 这么大 没有问题的话 我帮你拿出去切一下 不不不 我要吃一整只 把这个吃掉 好 切 看着就香 哇 哇 什么 香味 香 不重 先来个腿吧 哇 小猪蹄 哇 哇 它这个应该是腌制过来吧 就很入味 这个才好吃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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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小猪蹄糊了 就算了 这个吃多了 对身体不好 再来一块 它这个 它这个皮衣特别好吃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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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萝卜 哇 是 好 Вс 没有 25 雷 老 云 事 好 果 事 老 可能 就是 你们 久 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